還是你們其實比較想看全臉的摩擦劑 我這可以全部測掉換摩擦劑上來 然後我跟你們說 它這次跟韓賀婷聯名 總共1 2 3 4 5 五個品項 它有安東燉雞 納燉雞年糕 韓式雜菜冬粉 蜂蜜醬燒炸雞跟草麻粉 我們來吃吃看 Po的說今天有卡一下是不是 卡卡 等一下會有謝金燕姐姐出現嗎 這個是全臉跟韓賀婷聯名 這是美味糖 先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打開就對 就是這樣子 來 我們的安東燉雞回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它加熱完是長這樣子 它其實顏色還滿… 凱琪說需要白飯 這白飯這不就來了嗎 立刻 我們家很棒 我現在有在準備那個即時的微波白飯 所以我們今天是有白飯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雞肉多不多 這雞肉是真的沒有很多啦 這是年糕吧 欸 對 這是年糕耶 我的年糕 然後冬粉 量大概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就是一般我們常見那種炒菜的盤子 嗯 真的是年糕 這年糕好軟喔 是我可以接受那種不是很Q彈的那種年糕 然後雞肉的鹹度我覺得有點高 但不會柴 它的調味不難吃喔 真的就是我常見在外面吃到安東燉雞的味道 但是它的鹹度比我平常吃的還要再高滿多的 然後它非常的下飯 它的辣其實有點隱藏的辣 也不知道是因為它鹹度過高的關係 有點蓋住它辣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可以再加一些料下去煮耶 但我覺得這個丟冬粉下去煮應該會滿好吃的 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常鮮OK 但是就是我可能不會回購這樣子 這十匙那十塊 我們的韓式粉絲也加熱完成了 聽說韓式料理的精華是韓式辣醬 欸 你們覺得韓式料理的精華是什麼 有的時候跟好色多的安東燉雞 我有吃過好色多的安東燉雞嗎 有是不是 沒有印象耶 理論上我沒有太多印象的 應該還好耶 威利說所以最主要是配飯 我跟你講這一定要配飯 不配飯你真的X4喔 這個是韓式的雜菜冬粉 我很喜歡這韓式的雜菜冬粉 但我不知道這個吃起來怎麼樣 我們直接打開來看 你看它怎麼 它就是很多的菜 然後跟你說它冬粉在這裡 然後我跟你說它打開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粉絲 雜菜包跟一個醬包 來 給你們看一下 我個人是很喜歡吃韓國的這種粉絲包 因為我就覺得很順口 可是你知道 因為它為了讓那冬粉有味道 它調味其實也是滿重的那一種 給你們看一下 喔 有在燙耶喔 我覺得跟店面比起來 這是我們一般常吃的韓式料理店 那種粉絲的小菜 我覺得沒有輸耶 這我覺得可以 這不需要再做調味 剛剛有問多少錢 99塊 我覺得這可以買 我覺得你可以放棄剛剛那個 因為我覺得 我跟你講有比較有傷害 但我覺得它熱熱的感覺 有一點跟我印象中的韓式冬粉不一樣 因為你知道韓式冬粉很常會拿來當小菜 當小菜它就會有一天被端著 你知道嗎 通常它都是涼菜你知道嗎 可是它吃熱的 你會覺得有點不太習慣 所以我明天會變成萬萬 有人說加千斑麵麻油適合嗎 可以加千斑麵麻油 因為都是麻油 啊 好了這麼快 太棒了 威力說日本酒鬼這牌子有超多比例的麻油香油 很好吃很推薦 你要不要看我 我現在桌上剛好涼罐 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有興趣可以買 我可能會買它 但我可能會想要把它放再涼一點點 有點像小菜的形式 它的鹹度也比較不會那麼的高 這一個呢 它是那個辣燉雞年糕 它價格是179 它是今天價格最貴的 然後瓦斯加熱是把燉雞拿放到四分容器 煮過點燉之後熄過 韓國年糕在一位燉水一分半再加五分幾十 哇 然後呢 它第二個微波加熱是 好 打開呢 就是一個這個年糕 然後跟泡菜 我這打開是聞得到泡菜味的耶 好 我們就把它送去加熱吧 看起來已經加熱好了 而且因為我們家有非常多韓式的東西 所以我是有用的這個銅鍋裝 就是超級有感覺的 哇 這看起來好像挺好吃的耶 而且我覺得這賣相比剛剛的那個 好 煙菜跑耶 天氣變熱 看這個感覺整個都熱鬍了起來 辣雞年糕就勢必得先試一下它的年糕了 我跟你說 它是非常非常非常軟的年糕 它其實不太有口感 你就一咬它就整個軟掉的那種 就是它你知道連手一捏啊 它就斷掉了 這個是我可以接受的年糕耶 它年糕就是年糕 也沒什麼它醬汁的味道耶 這醬汁也沒什麼味道耶 為何 雞肉我覺得吃起來是嫩的 稍微有一點點鹹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劉海說今天剛剛病格 因為我在思考我要怎麼講 有人說加韓式泡菜下去會不會更韓 我覺得應該會 因為我覺得這條會對我來說沒有很韓 這一鍋裡面我最喜歡的是馬鈴薯 它馬鈴薯真的非常的鬆 然後威力說 寧波年糕是哪有切的原因 我有吃過它的那個餃 我要呼叫一下我室友了 因為我看它一直卡一直卡 但我不確定有沒有怎麼樣 越來越卡了是不是 可是我室友現在沒有要領我 我重開喔 你們要記得回來喔 開好了有沒有比較順一點還是還好 就你說千千最近有濃濃的阿姨感 你每次看到我都說濃濃的阿姨感 換一個新的阿姨 我有點習慣啦喔 我跟你們分享 最近有個合作案超級莫名其妙 銀薯就丟訊息跟我說 有一個那個打錯我怎麼樣 他說 我喔 我現在是不是累 銀薯說什麼你講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講我連 我說 所以我現在水膩 所以我的網路就是現在有點不太順 What的喔 大家人生就是這樣子 我們沒有關係 眼淚流一流就好了 哭過就好了 好吃完了 這個我個人不會回購 因為我覺得不夠酸 然後也不夠辣 然後味道有點太甜了 所以我個人沒有那麼的喜歡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買買看 因為它可能原本的味道就是這樣 還有下一樣 接下來這個呢是蜂蜜醬燒炸雞 它的售價是169塊 它有附一個白蘿蔔是這樣子 它打開是擋箱子耶 一個有點像那種便當盒的感覺 那我來開它 這是白蘿蔔 而且它 這裡還有那個 這應該是金桔或是檸檬之類的吧 然後它的醬汁跟它的炸雞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先放去加熱 它這個醬汁上面有有芝麻耶 然後我們就把它移進來 炸雞好了 然後 這是它的醃蘿蔔 先吃一下它的醃蘿蔔 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嗯 夠酸 可以 你們有聽到吃這個嗎 然後接下來是它的這個炸雞 然後一份的量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我來沾一點點然後吃吃看 很甜耶 有酥脆口感 但是我覺得它的酥脆口感是台式炸雞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很認真地把它全部都沾上醬料 讓我感受一下它的另外一款味道 你們知道 這款非常的沒有中文了 我覺得這個蘿蔔有加分 我比說感覺比較想加九層塔跟胡椒粉 那妹子說 含那你們是好吃的 我下次有機會可以去吃吃看 正在說可以沾蘿蔔的醬汁吃 那我來試試看 欸 我覺得這樣沾蘿蔔的那個醬汁有好一點耶 因為它的酸度有比較出來 就不會單純就只有那個甜味 它裡面的肉其實滿好吃的 易娃說來個全年公仔開箱 你真的有想看嗎 因為我後面真的很多耶 雲軒說贊助 對啊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應該有算一根柱子在那裡的 有人說不然你等等來開公仔 我等一下開甜點 你們甜點想要特別的 還是想要正常的 Potter說 特別的普通 吃完了 來與各位分享 我跟你講它沒有不好吃喔 它的炸雞本身是好吃的 但是它的醬料我不喜歡因為太甜了 所以你要不要吃就取決於個人 長鮮跟回購的都不太會買 大概是這樣子 好 但是這樣 下一樣 下一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草碼粉絲 它長得好像很有五分的感覺 不知道打開是長這樣 它是漂亮的 一包粉絲 欸 不是吧 那它 因為它的營養標是寫說粉包含五分 喔 它的納含量是5000mini gram耶 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它含黃 喔 哇 它真的很羞耶 哇 哇 好燙 Brian說 對 今天的食物都是紅的 我們畢竟是一個韓式開箱 但因為它現在太燙 我們要拿起來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稍微這樣看一下 我跟你講 我對草碼麵很挑喔 因為我很常吃草碼麵 這肉很大塊 這個皮吧 我怎麼要吃這手抓 這樣是169 我覺得好像 好像還可以 湯頭可以 但有一點點甜味跟辣味的 是比較小辣的程度我覺得還可以 你沒中是不是 我是有沒中 沒中 這個就是你在對統一發票的時候有一個APP 他就會跟你說 沒中 你們有載那個APP嗎 這個沒中 沒中 一碼都沒中 哈哈沒中 我覺得雖然還滿剛好 但我覺得可以再辣一點 真的有一點甜 又是甜 為什麼他們家的東西都有點偏甜 怎麼會這樣 你覺得說那個沒中很煩 然後說那個APP很煩 你們是不是 是不是有用過 因為例如說我還以為是草碼水運戰什麼都變草碼麵 就更常 我這隻手機的留言完全沒有在跑了 但我覺得它這個豬肉口感都是不錯 但它的豬肉很厚耶 就有點像火鍋那種豬肉不是都薄薄一片嗎 可是它是超厚的耶 是不是切錯了 哈哈 哈哈 黑理說炸雞冰淇淋開麥當天跑 釋迦全連冰櫃都走 哎唷 我等一下開這樣東西就是有點厲害啦 哈哈 有人說感覺滿 欸不是辣 不是辣 它是燙 我不好意思 讓你們誤會 它完全不辣 它快點說你突然換名字變邱大雄 那你的小叮當在哪裡 哈哈 這個曹寶粉絲 我個人覺得它味道就是正常 我覺得你如果要買它你不會覺得生氣 但是我覺得它需要另外加料 可能丟一些蛤蜊下去 丟一些辣粉下去 再提升它的辣度跟鹹度跟厚度 我覺得都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這一次呢 那個五樣 老實說我個人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試試看 可以買它的韓式雜菜粉絲 其他我都覺得還好 只是沒有太中我 但是我覺得要看個人口味啦 因為我覺得沒有中我不代表沒有中你 沒中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逛逛看這樣子 嘿啦就是這樣啦 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你們說想要看特別的術室 來大聲點我聽不見 嘿 嘿 嘿 剛剛不是很多人說買不到嗎 我們今天要看一下特別的東西呢 就是它一出新聞稿的時候 就很多人丟給我說今天你可不可以開這個 好想要知道這個吃起來是怎麼樣 對 就是它 Mainet Chicken的炸雞冰淇淋 它只是造型的冰淇淋 它不是真的是炸雞變成冰淇淋 嘿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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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 哇 它真的長得是炸雞的形狀啊 你們看 是不是很可愛 來吃吃看味道是怎麼樣 這如果全部打開放在那裡下亂蒸耶 這個如果就說它不好吃我也可以接受耶 哈哈 哇 它長得好像真的炸雞喔 而且因為它是冰淇淋 所以它旁邊在慶恩的感覺 很像那種炸雞剛炸好的感覺 噢 聞起來是冬瓜 冬瓜檸檬的味道 哈哈 欸 要不要吃炸雞 有沒有很像炸雞 好可愛喔 怎麼會這樣子 吃起來的時候我有點滅火啦 欸 它掉了 我炸雞骨頭斷了 怎麼辦 我跟你們說 它雖然就是沒有很好吃 可是它如果還可以再買的話 我會買耶 哈哈 哈哈 Jenna說聽起來不優 但為什麼想吃 我跟你講你完全是跟我一樣 被它外表所吸引的 你有看到它刷刷的樣子嗎 它就是那種冰沙的樣子 一言說加點胡椒粉吃就這樣 不行 就想說 牌子還是放腸胃有點嚼 一打開就直接斷掉 這個的話就是年年Chicken 他們在全年賣的炸雞冰淇淋 我覺得它的造型真的非常的可愛 老實說我會再回購它 它就是裡面是冬瓜檸檬的味道 外面包那種麥片 玉米麥片的味道 就是它是冰沙口感 然後我覺得沒有到很好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人說只好都是 沒有沒有要都是我們選個兩個就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抹茶劑好了 這個是它的抹茶太空罐 然後它的售價是89塊 它其實長得有點神奇 它長得有點像不像是甜點 有點像太空罐的這種feel 喔 開這個要很小心喔不要受傷 來給你們看一下 吃了會有血對不對 不是不是 宇智波宇智波 你們看它顏色是分層的 它的最上面是深綠色的 然後最下層有一個咖啡色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它是有苦味的抹茶 但是它又不會色色濕濕的那種 帶有一點點奶的那種抹茶 我覺得還OK耶 這個賣89塊我覺得我可以接受耶 如果你真的想要吃一個好吃的下午茶 我覺得可以試 有人說剛剛那個已經過期 哪一個已經過期了 這個沒有啊 好啦沒關係我覺得是好吃的 好 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喔是宇智金石碑給你們看 有麻糬又有絕餅 然後又有紅豆 然後三層 是不是看起來挺漂亮 我們來吃一下它的味道是怎麼樣 這個也好吃耶 欸我真的是 今天是不是應該要開抹茶品項 現在還是我乾脆就把抹茶品項全部開完 然後順便就解一個精華這樣子 對啊我覺得我今天開錯品項了耶 我今天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我今天前面開那個 而且我跟你說 它賣的這個價格是我可以接受的喔 接多少錢 喔這個129塊喔 好不然你們就自己再看啦 喔全年真的是 一大躍進耶 怎麼會這樣子 欸我吃這個心情真的很好耶 Poker說至少今天是有一個完美的結束 我覺得很棒耶 有人在期待開槍全屏了 好不然再讓你們選一個好了 尹智說突然開不下來的停箱 我跟你講這真的是最後一個了 跟剛剛比起來它總的好像比較潦草一點喔 我覺得我們剛剛的開槍應該停在這一個球吧 我這樣開下去我是有槍都要過來了 人生重來槍 但是你這樣來說我今天第一名是這個杯子 第二名是這個太空杯 沒有第三名 然後我覺得這個口味的甜點 跟咖啡廳賣的甜點比起來沒有輸 然後如果你是以咖啡廳的甜點標準下去看它的話 我覺得它的價格不算貴 因為我覺得它滿值得這個價位的 好啦大家就是這樣 你們今天早上睡都12點了還不睡覺 你們告訴我現在都幾點了哈幾點了 人生起的 ? 甚麼人 人是無仇 人